小型推土机先把先前为了做护坡工程 挖落的大石块以及清除下来的树木树枝先运走 快要过年了 机动市议员林敏轩和当地定和里长林香非常关心 地内抽水站对面容易崩塌山壁的处理情况 林敏轩要求市政府公务处先清除整理好 先前挖落的大石块以及树木树枝 做好过年期间这段道路的警告安全措施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经过这里时要特别小心注意 之前在林永昌市长其实我们也都会看过 那在2020年完成的部分的这个山坡的这个边坡 互坡工程把它完成了 那今年再进行继续进行这个另外一边的 比较靠近辅安工这一段的这个山坡的修复的时候呢 那发现原本施工到一半 发现到上方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石头 那必须要做一个清除 那所以说暂时停工大概两个礼拜 那很多民众就是在问说 为什么都停下来没有做 那年节又将近 来这个土地公庙拜拜的民众相克又非常多 那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来跟公务处了解之后 那他们现在目前在编列的最佳预算 那会在三月底以前把所有做一个完工 但是因为年节将近会有很多民众来拜拜 那会时常使用这条道路 所以说我们也请这个公务处 像原本的机具都把它撤离 那这个挖落下来的这土石 在今天就把它做一个全部清除 那在护栏也会在边坡的这个防护 就是路面上的防护也会有这个 从三角锥的这个低阶防护 把它改成是这个行钢的这个护栏防护 那让民众可以更加的安全 那也请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在回家的时候经过远远路 地内抽搐在对面这一段的时候 务必要小心慢行 那多注意这个路况 那因为这个护栏工程一定要把它做好来 那因为这个远远路是我们地内民众 回家必经的道路 那万一如果真的发生任何落实的意外 尤其是如果在这个下班见风时刻 那这个是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说这个护栏工程 我们民讯服务处这边会来把它做一个警钉 那也会提警钉公务处跟这个师座承包厂商 在三月底前把它如期把它做一个完工 林敏勋和市政府公务处沟通后 确定除了摆放类似纽泽西护栏的行钢之外 三角锥不撤离同样摆放在现场 加强对经过大小车辆驾驶人的提醒和警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